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七章内容 关税法和船舶敦税法 那这一部分呢 属于海关来负责征管的税种 它在征收管理上却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跟税务负责征管的税种不太一样 咱们要适当的关注一下 但是从考试来看啊 它并不算是非常重要的税种 那分值呢在五分左右 你像船舶敦税的话 可能就会考到一个选择题 大家主要把它的一些关键词 进行一下记忆背诵可以了 而关税会相对的重要一些 除了选择题以外呢 它还可以跟我们的进口增值税 消费税相结合 出到计算性的题目 所以关税的计算很重要 尤其是你要找准关税的计税依据 也就是所谓的关税完税价格 这块呢会影响后续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具体内容 首先是第一部分关税法 关税里边呢 我们将会介绍到它的很多要素 比如一上来 我们要搞清楚它的征税对象和纳税人 到底谁来叫这个关税 什么情形才会涉及到关税 另外就是税率 关税的税率呢 内容虽然说的挺多 但实际上呢也不那么重要 大家做一般了解就好了 那最核心的考点应该说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也就是它的计税依据这一块 尤其是一般进口货物 它的关税完税价格是最为重要的 另外咱们除了一般进口以外 还有一些特殊进口的货物 完税价格有时候也会考到小题 另外咱们进口征关税是主流 出口征关税是非主流 但是出口关税完税价格这呢 它也可以出小题 你也要适当的关注 总之关税的计税依据这事是关键 那接着有了计税依据 算税额其实就非常的轻松了 考试考到的都是从价计争 有价格直接乘上比例税率 就可以算税额了 除此之外 咱们还有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这个小专题啊 已经很多次提及了 增值税消费税里都有它哈 那这块可以把握一下小题 有时候会涉及到 再有就是关税的税收优惠 减免税也非常容易出选择题 它有不同的减免 什么法定减免呀 特定减免 他们散时减免等等啊 都要适当的关注一下 另外它的征收管理 比如我们的什么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呀 什么纳税地点呢 什么期限呀 这些个小细节呢 有时候也会在选择题里涉及 都要备备 这是关税里的主要考点 然后接着咱们来看具体内容 首先是关税的征税对象 关税的征税对象很简单 就是准许进出境的货物和物品 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啊 关税呢 它只对有形的或者叫实物的货品来征税 对那些虚拟的无形的东西是不征税的 比如说你从国外买了一个商标专利哈 那这些东西都是虚拟的 它不会涉及到关税的啊 那实物的货物和物品会交税 那什么叫货物什么叫物品呢 货物指的是贸易性质的商品 比如我们是一个外贸公司 从国外进口了一批高档化妆品 好 那进口的这个东西 它就叫货物啊 那如果我去国外旅游了哈 回来的时候我带了几台摄像机啊 什么几块明表 几个这个奢侈品包包 好 那这些就叫物品 好吧 那他们也有可能会涉及到关税 然后接着就是准许进出境的货物和物品 才会交关税 那这个境指的是关境 而不是国境 大家要搞清楚啊 你像中国吧 你的国境非常的大 区域很大 但是其中呢划了一些特定的区域 它是属于什么保税区啊 什么海关隔离区啊 那是特殊的区域 它适用别的政策啊 所以我们看的是关境 好吧 中国的关境是小于国境的 进出关境的货物物品啊 要涉及到关税 然后接着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那谁来交这个关税呢 那得看情况 你是进还是出哈 首先进口货物 那应该是收获人来纳税 我们外贸公司 从国外进口一批 这个高档化妆品 那我们谁收获 谁来纳税 那如果出口高档化妆品呢 那就是发货人来纳税 方向要找准啊 另外如果不是这个货物 而是物品呢 进出境的物品 它的所有人来纳税 或者推定所有人 那什么叫推定所有人呢 说你买了一个包 你背着 那你背着当然 我们认为就是你的了 或者说你这个托运的 你托运的行李 那我们认为当然就是你的了 所以不要随便去给别人不认识的人 你去这个拿什么物品去进出境 这个是很有风险的 好 这是进出境物品 所有人或推定所有人来做纳税人 另外游地方式进境物品 我们认为收获人是纳税人 那就跟这个收件人是纳税人 就跟那个进口货物的收获人实际是一回事 而游递或者其他运输方式出境的物品呢 是寄件人或托运人来纳税 那就跟发货人是一个意思 好 这是纳税人一定要搞清 那接着再来看一看关税的税率规定 好 这块内容不少 听起来也比较复杂 比较难啊 但是考试中呢 没那么重要 所以做一般了解就可以了啊 先来看关税的税率形式 咱们进口和出口都有可能涉及到关税 但是进口征关税是主流 出口呢 非主流 因为出口咱们主要还是一个鼓励态度 出口可以换外汇回来 还可以这个打开销路挺好的 所以一般情况咱们还会给照顾呢 什么这个增值税消费税都有退税呢 所以出口基本上不征税 但是有少数的商品它是出口要征关税的 而这个关税 它是一篮的比例税率啊 就一个栏次 有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啊 你出口这个东西百分之二十 出口那个东西可能百分之十五啊 就一个栏次 但进口不一样 咱们进口主要是进口货物嘛 啊 进口货物它是有多篮税率的啊 有最惠国税率 协定税率 特惠税率 普通税率 还有配额税率等税率形式 那对进口货物在一定时期里也可以实行 攒定税率 所以它有这么多篮 啊 你比如说我进口的是一个玻璃器品哈 那它可能有好几档税率 比如百分之十啊 百分之八啊 百分之五 百分之三等等 好多篮 那你具体试用哪篮呢 那就看你从哪进口的咯 是吧 看它的原产国是哪里啊 那如果说 它跟咱们同属WTO成员国哈 咱们给它最惠国待遇 它用最惠国税率 咱从它那进口就用最惠国税率来集税 好 如果咱们之间签订的是什么区域的一些税收协定 那就用协定税率 关键看咱们约定好的用哪个税率 是吧 那什么约定都没有的啊 咱没什么太多来往的 那就用什么普通税率呗 啊 如果有关税配额的 那关税配额以内的 咱们有配额税率啊 关税配额以外的 那再看情况用那个税率 好 这是它的基本情况啊 进口货物有很多篮的税率 咱们根据这个原产国之类的啊 还有我们之间的协定 去判定到底用一篮 另外就是进境物品 哎 进境物品也有可能会征关税哈 那在这呢 咱们这些个进境的物品啊 它是由海关来按规定征收进口关税 待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 这一篮子的税 它要一块算 但是大家注意啊 不是所有的进境物品都要交这个税的 特定的才交 好吧 比如说你买的这个价值比较高的是吧 哎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摄像机回来了哈 摄像机值好几万哈 哎 那这个进口的时候你要申报啊 你要进境的时候申报 取消税的 好 那这儿的税呢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税 它是一篮子的税 其实我们可以统称它叫行邮税 啊 它相当于是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的总和 啊 好这块的进口税率 它有13% 20% 50% 这几个档次 咱们简单了解一下就好了啊 因为进口 这个货物是我们考试的主流 而物品呢 基本上不会考了解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进口货物 它税率的适用规则 你比如说 我有这么多蓝次的这个税率 我到底用哪一个 好 在这儿呢 给了一规则 也没那么重要啊 也是简单看一看 说暂定税率 优先适用于优惠税率 或者是最惠国税率 也就是暂定税率 比他们还优先 那如果说啊 这个适用最惠国税率的进口货物 有暂定税率的 那咱们就优先用暂定税率 好吧 相当于它最优先 然后接着 说当最惠国税率 低于或者等于协定税率时 那协定有规定的 按规定来罢 没规定的 从低适用 关键是看咱怎么商量的 然后接着 适用协定税率 特惠税率的进口货物 有暂定税率的 也是从低来适用 然后再有就是 按照国家规定 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进口货物 那配额内的 是用配额税率 那配额外的 看情况 按其适用税率 规定来执行 不一定会丢 然后按照普通税率 征税的进口货物 不适用暂定税率 另外经特别批准 可以使用最惠国税率 这个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这是不同档次的税率 他们的使用 然后接着 还有一个税率运用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税率运用 它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因为我们进出口的 这个税率呢 它经常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变化 那我这个货物 可能好早以前 我就进行了一个进口 那它前两个月到了海关了 然后现在我才申报 那你说我到底用什么时候的税率来算税呀 是说我签了合同 我进口这东西时候的税率 还是说我这个货物啊 这个船到岸的时候的一个税率 还是说我现在申报时候的税率呀 所以用什么时候的税率 在这儿呢 是可以出选择题的 大家适当的关注一下啊 它可以出题 好 来看一看关键词好了 那一般的进出口货物 咱们用的是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进口或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关键看你哪天申报 申报当天的税率是多少 就是多少了 另外 进口货物到达前 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 货还没到你先做一个申报哈 那这个呢 还不算啊 咱们要用哪天的税率呢 要用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 申报进净之日实施的税率 也就是货到了那天税率是多少 咱们按那个去算税 好 接着就有这个转关运输了啊 有进口转关 还有这个出口转关 哎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转关这个事搞清楚啊 比如说进口转关 他说用的是指运地海关 接受货物申报进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咱们举个例子吧 说我们从澳洲啊 进口了一批铁矿石 好 那这个铁矿石呢 先运到广州 然后再从广州运到上海 他不是一下子到的目的地啊 而是转运 那么指运地是哪呀 指运地就是上海 就是最终的目的地 好吧 所以我们得看你澳洲的这个货 什么时候最终到了上海这 他申报进口时候 那个时候税率是多少 那如果是先行申报的 这个也不算数 我们看的是你那个货物吧 也就是装载货物的运输工具 抵达至运地之时时的税率 获到了才行 这个跟我们的上一条传向的 好 这是进口转关 那如果是出口转关呢 咱们这个货物出口 从上海先到广州 然后再从广州 这次运到澳洲 好 那这咱们试用的是 起运地海关 接受该货物申报出口之时时的税率 那哪是起运地啊 还是上海呗 就是最初咱们的始发地啊 那个意思 所以止运地 起运地 概念 大家要搞清楚 一个是进 一个是出 再有就是 经批准实行集中申报的这个进出口货物 那集中申报这个 咱们是每次货物进出口时 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之时时的税率 还是看你哪天申报 好 再有就是 超期未申报 海关依法变卖的进口货物 已经到这儿 到这个港口这儿 很久了哈 你还是不申报 那不申报 我们就看 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 申报 静静之时时的税率 那个船什么时候到了哈 我们就看那天的税率好了 拖着拖着也没有好处啊 好 再有就是 追征税款的进出口货物 比如说 你偷偷偷 没有申报 你就偷偷的溜进来了哈 走私了 那这时候呢 咱们这样有特别的规定 说 看你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之日 他实施的税率 用这个来计算 这个 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之日 那如果说 我不知道你哪天 发生的这个违反行为呢 不知道哪天发生的 那我们就海关发现在说 就 去用海关发现该行为之日 实施的税率 查获了啊 知道了啊 那这事 看现在的税率是多少 啊 接着还有一些情形 是已经申报 进境 并且放行的保税货物 减免税货物 租赁货物 或者已经申报 这个进出境 并且放行的 暂时进出境货物 需要缴纳税款的 啊 它是适用于海关接受纳税人 再次填写报关单 申报办理纳税 既有关手续之日 实施的税率 哎 这块呢 不太容易理解啊 咱们 举个例子啊 它这的适用情形呢 主要有五个啊 哎 咱们简单的看一看 哎 比如这提到了一个 说保税货物 经批准 不负运出境的 举例子 说这个 假公司 从国外 进口了一批货物 那这个货物呢 是保税货物 什么叫保税货物 哎 就是说 它来的时候啊 是免税的 是免税的 但这个货物呢 保税货物 它现在为什么给你免税啊 哎 就是因为你将来啊 这个货物还要出去 就是因为它将来要出去 所以现在它来的时候 我就给它免税了 但是我保留征税权利 将来如果你不出去了 不出去了 你就得乖乖的交税 好吧 就这个意思 啊 所以你看 这个货物来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 是符合保税的条件的 啊 它是保税货物 所以来的时候 它其实不需要交税 啊 但是现在经过批准 它不用出去了 不用出去了 也就是留在国内了 那留在国内了 它就应该交税 那要交税的话 它是按照最初 它来的时候的税率来执行 还是说 现在情况变了 又重新申报 按重新申报时候的 这个税率来执行呢 哎 注意 按现在重新申报时候的 税率来执行 也就是接受纳税人 再次贴检 保管单申报时候的税率 啊 因为最初来的时候 人家就是符合这个保税条件的 当时就不应该交税 所以现在变了 现在变了 就用现在的税率 好吧 相当于用的是新税率 而不是旧税率 这一点大家搞清 那其他的也是类似的意思啊 你比如保税仓储货物啊 它转入国内市场销售的 一样的呀 是吧 就是原来你来的时候 是保税的 计划卖到国外 但现在出口又转内销了 是吧 那又卖到国内了 然后还有就是减免税货物 经批准转让 或者移坐 它用的 来的时候你是享受了减免税 现在变了 变了用途了 那你就得交税 那交税现在 再填 保管单申报拿税吧 我就用现在的税率 还有一些是 可以咱们不缴纳税款的 暂时进出净货物 经批准 不复运出净 或者禁定的 这个暂时不用交税的这个情形 之后咱们在税收优惠里会有提及 我这可以先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 比如说 我们一个 这个影视公司 可能是国外的影视公司 他到中国来拍电影了 他扛了一些摄影器材就来了 那他这个摄影器材来的时候 他只是计划在国内 比如说拍三个月电影就走了 那这个就叫暂时进境 暂时进境 他就不用交税 暂时先不用交 交了保证金就行了 不用交 但是他如果将来不走了呢 这个摄影机是摄像器材 他都留在国内了 不出去了 不出去了 就应该交税 那应该交税 用哪个税率呢 也是情况变了嘛 你就填保管单申报吧 用现在的税率 而不是用你最初进来时候 那个税率 接着就是租赁进口货物 分期缴纳税款的 比如说我们融资租赁了一个设备 融资租赁了一个设备 每一期我们就要交租金呀 那交一次租金填一次保管单 是吧 交一次租金填一次保管单 那赶上税率变化 那当然就要用新的咯 所以每次都用的是再次填写 保管单申报时候的税率 好 那如果说你是一次性拿税呢 这个租赁进口货物 那你是可以提出来申请 我不要一次一次的 这个分这么多期去拿税了 我就一次性的给他拿了好了 那一次性当然就用一个税率 但如果你分期缴纳 就得每次都用一个填写保管单 时候的新的税率来执行 好 这是咱们提到的这个特殊情况啊 情况变了 我们用新的税率来执行的情况 好 然后接着还有补征或退款 进出口关税的 那就按照前述的规定来处理好了 就多说 好 那这块内容说完以后 大家可能刚开始还有点印象哈 那没准过这么两个小时 就忘了差不多了哈 那咱们现在再加深点印象啊 再做一个题 一个多选题 说下列 关于关税税率 适用规则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谁 说进口转关的货物 是用止运地海关 接受货物申报进口之实施的税率 哪个是止运地呀 你就想我们举个例子就好了 澳洲的货物先到广州 又到上海 那是不是上海是止运地呀 最终目的地哈 咱们得看什么时候到这儿 这儿申报时候的税率 没错 然后出口转关的货物 是用止运地海关 接受货物申报出口之实施的税率 不是啦 出口转关 你应该叫起运地了哈 叫起运地了 好 所以这个说法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别弄混啊 另外 C说 进口货物到达前 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 是用装载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 进进之实施的税率 也就是先申报可以 但是税率呢 得等货物到了啊 用这个运输工具申报时候的税率来执行 没错 D说 保税货物经批准不复运出境的 是用海关接受纳税人 再次填写报关单 申报办理纳税 及有关手续之实施的税率 保税货物来的时候 确实是符合这保税规定免税了 那你现在情况变了 情况变了 那咱们就用现在新的税率咯 也就是再次填写报关单 申报时候的税率 好 说法是对的 那这儿对的有三个 只有比是错的 好 看完了 税率的规定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实质内容 来看一看完税价格 首先 关税完税价格 就是关税的计税依据 那很多同学一看到这个名词 会产生一种错觉 会觉得 关税完税价格 是不是里边含着关税呀 含不含呀 注意不含 关税是一个价外税 注意啊 关税是价外税 也就是说 关税的计税依据里 是绝对不含它本身的 啊 也就是说关税完税价格呀 实际上 它就是关税的计税价格 好吧 它里边没有关税 啊 拿这个价格 算出来关税 关税是额外交的 好吧 然后接着 我们来看啊 关税完税价格呢 咱们从进出口两个角度来说 那重点肯定是进口 那重点肯定是进口 进口这呢 先是一般进口 首先进口关税完税价格的确定方法 它有两个 咱们先要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一个叫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一个叫海关估价方法 好 什么意思 我们从国外进口一批高档化妆品 那我正常情况肯定是花钱买的吧 那花钱买的就有一个成交价格啊 我们以这个成交价格为基础 比如说再加上它的这个进口环节里边啊 产生的运费保险费杂费等等 以这成交价为基础 加加减减啊 这样去给它做出一个完税价格来 好 这就叫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但是有的时候啊 咱们这成交价是不能确定的 或者不符合规定的 比如说 我没花钱 白给我的 或者说我们是关联方哈 这个外方呢 也是咱们的自己人啊 好那我们随便做了一个价格 可能极低不靠谱 好 这个时候呢 成交价格不符合规定条件 或者不能确定 咱就不能用上述那个成交价格的估价方法了 只能由海关来估价 那海关估价怎么估啊 海关估的时候呢 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我们参照 这个人家别人的这个同类价 啊 等等那方法去进行这个估价 一会咱们会展开说啊 现在先了解 有这么两套方法就好了 当然主要考核的还是成交价格 估价方法 那来看一看吧 首先啊 进口关税完税价格 哎 它的构成 注意 包括主要三个部分 有货物的货价 也就是成交价格 还有货物 运抵我国境内输入地点 起现前的这个运输 以及相关费用保险费 哎 其实我们大家呢 可能接触过这样的啊 外贸里边的一些术语 叫做道案价格 也叫CIF价啊 那CIF价其实就是三个英文单词的这个首字母啊 就是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啊 cost其实就是我们的价格嘛 成交价格 货价啊 然后insurance那就是保险咯啊 freight就是运费 哎 所以主要的我们的进口完税价格 就是这三块构成 货价 运费保险费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运费保险费啊 它算哪一段的呀 它是要境外段的 哎 也就是从国外输入到我国啊 起谢钱 起谢钱其实就是我们海关第一口案嘛 到我们海关这啊 这一段就是境外段的 运宝杂 它要算进来 啊 那么到了海关 你就交税了 交完税以后 你再把货 拉到你单位的货厂去 那一块的运宝杂费 还算吗 还算完税价格吗 那当然就不要了啊 咱们只要境外段的 然后接着 对这个运宝杂 咱们得特别的说明一下啊 这一块呢 考试也非常容易考到 首先 我们说这个运宝杂呀 那应该有实际数 就按实际数来算咯 尤其是运费和保险费哈 那按着实际数来算 那如果是 油地方是进口的 货物油运进口 那么这个油费 它就是运费 保险费 砸费 它就是运宝杂 所以说咱们进口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有的时候可能是海运 有的时候可能是油运等等 不一样 那当然它的构成也会略有一点点区别 然后接着再考虑 如果说运费没法确定怎么办 运费没法确定 咱们会给一个运费率 就是参照正常的人家那个运输的成本 去审查确定一个运费率 好了 比如说啊 这个 海关给你一个运费率 比率1% 也就是你货价直接乘上1% 就是运费 它会估算出来这么一个运费 反正肯定要有运费吗 是吧 你国外它也不是飞过来的 肯定要有运费 然后接着 有一个特殊情况 说如果运输工具 作为进口货物 利用自身动力 进进的 这个不用再单独计算这个运费了 比如说你进口的是一个飞机 你给它开回来了 进口的是一个船 你给它划回来了哈 那这个就不用单独算运费了啊 那保险费呢 保险费这块一定要注意啊 它很重要 保险费呢 肯定要有啊 那如果你说呃 无法确定 或者说没有实际发生 那这块我们也不认啊 我们必须要给你估算出来一块保险费 因为我们认为从国外到国内这么老远的距离哈 那你不得有点保障吗 啊 我们认为你是花了这个钱的 没有 我们就会虚拟出来一块 啊 那这个保险费呢 就是货价家运费的千分之三 啊 是货价家运费的千分之三 是两者之和的千分之三 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你要保障的是什么 啊 你要保障的是你的货价和运费 啊 如果这个船在大海上翻了 那你损失的既有货价又有运费 是吧 好 所以现在你的保险费 就是按他们两个之和来进行计算的 啊 这是关于运宝杂的这个说法 大家也要特别关注啊 好 那正常情形下的关税完税价格 咱就说完了 货价加上境外段的运宝杂哈 好 然后接着再来具体的看一看 哎 说我们进口关税完税价格呀 还有进行一定的调整哈 有一些所谓的价外的各种明目的这个款项 要不要寄进来 咱还得明确一下 好 这块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 啊 注意一下 就是进口完税价格呀 有一些是要寄进来的 有一些是不需要寄进来的 啊 所以这个哪些要寄哪些不寄啊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容易考选择题 好 先来看 应该进入完税价格的一些个内容 啊 第一个 有买方负担的除购货佣金以外的佣金和经济费 咱们一定要看到它的关键细节 啊 你看 我从国外进口一批高档化妆品 那我进口的时候啊 可能啊 我这个因为对国外不太了解呀 哈 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些个这个代理人 是吧 甚至还有一些什么经纪人啊 中间人啊 那这些人参与了 那这些人 他收我的那个佣金经济费 要不要放到这个完税价格里来呀 注意这里头 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购货佣金出外 啊 所谓的购货佣金就是 我们支付给自己的采购代理人的 这么一笔佣金 好 你比如说 我们是买方啊 这个外方是卖方 哎 我们都有这个所谓的代理人 然后还可能会有一个中间人 也就是经纪人啊 哎 那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给自己人的这块佣金就叫购货佣金 你就把它想象成 我们付给自己业务员的这个提成啊 这个工资啊 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好了啊 这个跟你这个关税计算 没有关系 好吧 但是你支付给外方 人家那个卖方的佣金啊 或者说代表中间人利益的 呃 代表这个收房利益的啊 这个经纪人的 这个经纪费啊 那么这些通通的都要寄进来 所以只有购货佣金不寄啊 这点特别重要 好 接着 有买方负担的 与该货物视为一体的容器费用 还有 有买方负担的 什么包装材料费 啊 包装劳务费 哎 这些其实通通都叫价外费用咯 比如说我们从国外进口一批白酒哈 那这个白酒呢 说好了 价款一百万 另外他还让我付这个十万块的酒瓶的费用啊 什么包装材料费 包装劳务费 二十 哎等等 那这些个名目啊 通通的都要给他寄进来 就算是价外费用 好 并且可以按适当比例分摊的列明货物或服务的价值 哎 在这我们先了解他的基本的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我们进口了一批车啊 进口这个车呢 我是打算在国内销售的哈 但是我进口这个车想在国内销售呢 我除了付那个价款 快到一千万以外 我还要免费或者低于成本价格 再给别人一点东西 或者是给点服务 好 你比如说我进口这个车 车价一千万 我还要再免费给人家这个 一百万的配件 好 那么这个一百万的配件算什么 他不就算我为了进口而付的代价吗 所以我实际上花的钱呀 就是一千万的货价 再加上我免费给他的这些东西的价值 一百万 一共是一千一百万 好 那具体有哪些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要寄进来呢 在这我们有一个小提示啊 说应该寄进来的 有这个进口货物所包含的材料 部件零件类似货物 生产进口货物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模具类似的货物 还有在生产进口货物过程中消耗的材料 在境外进行的为生产进口货物所需的这个工程设计 技术研发 工艺制图等相关服务 哎 总而言之我为了进口这个东西而付的代价 那这个代价他就应该寄到进口货物的这个万寿价里 好 这个道理能够想通就可以了啊 具体的那个条目你不需要去背 好 接着再看第五个 与该货物有关并且作为卖方向我国销售该货物的一项条件 应当有买方直接或间接支付的特取权使用费 哎 注意啊 特取权使用费 也就是说是无形的东西 你说我要单独进口它 需要交关税吗 哎 比如说我从国外啊 单独的这个支付一个呃什么品牌使用费 啊 什么商标费 什么专利费等等 啊 那个东西都是虚拟的 都是无形的啊 它是不需要交关税的 哎 但是现在这个无形的东西啊 它跟我们进口的货物是有关的 跟货物绑定在一起的 并且呢 我必须还得付 我不付不行啊 因为不付我就没法在国内销售这个东西了 好 那么他也应该寄到货物的关税完税价格里 好 举个例子 说我们进口的一批白酒 这批白酒价格说好了一百万 啊 另外呢 我进口的白酒想在国内卖的话 我还得再交十万块的品牌使用费 那么这时候你看 这个品牌使用费就是特许权使用费 它跟这进口的白酒有关吧 啊 就是这白酒的品牌使用费 而且是一个必要条件吧 我不交我在国内就卖不了 我必须得交 好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十万块的品牌使用费 就要寄到关税完税价格里 相当于我进口白酒就花了一百亿 好 再看第六个 说卖方直接或间接从买方对该货物进口后 转售处置或者使用所得中获得的收益 哎 进口后的钱也跟他有关系啊 那当然咯 有可能啊 还是举个例子 说我们进口了一批这个汽车 好 进口的这批汽车呢 说好了 价款是一千万 好 但是外方说了啊 外方说 你现在先给我一千万啊 将来呢 你把这车卖了以后 你再给我两百万 好 所以说进口以后你转售 你还得再给我两百万 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咱们为了进口这车呀 花了一千两百万 就应该咱们的价格就是一千两百万 只不过这一千两百万 我是先付一千万 等我卖完了 有钱了 我再给两百万 所以不管你付的是早还是晚啊 这是进口钱 付的还是进口后付的 那总之跟你这进口有必然的联系的 那就应该寄到一块 哎 所以大家看看 这个道理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吧 哎 这些钱呢 都作为你关税完税价格的一部分处理 好 这是应该寄进来的情况 然后接着咱们再来看一看 不计入完税价格的情形 首先第一个 厂房 机械设备等货物 进口后发生的这个建设安装装配维修和技术援助费用 但是保修费用除外 好 看一看它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一个设备 哎 那进口设备在海关这儿 我们就应该结束了哈 哎 拿它的货架以及境外段的运宝杂加起来 在海关交完税哈 交完税我走了 走了之后再花个钱 你说我还需不需要再跑回海关这儿 再交一个关税呀 当然不用咯 所以进口后再发生的这些个费用啊 都是跟关税没有关系的 不用去算 但是保修费用除外 好 你比如说我进口的设备啊 哎 这个价款是一千万 然后我进口以后它给我保修一年 保修一年呢 我交保修费 一百万 也就是我一共花了一千一百万 卖到了这个设备 哎 这个设备有一年的保修期 那你说这保修费算不算我们的完税价格 当然要算 虽然保修我保的是你进口以后一年哈 但是呢 这个钱还是应该算到成交价格里哈 去寄关税的 但是注意进口以后的维修费呢 哎 说我们进口这批货物以后啊 可能过了保修期了 比如说哈 三年 两年以后了 哎 那我这个设备坏了 设备坏了 我又花了两百万去修了修 啊 那这个就不用再去寄到关税完税价格里了 好吧 对 预保修费和进口以后的维修费 它不一样啊 好 保修费要寄进来 好 再有就是运底境内输入地点 起先后的运输保险和其他费用 也就是运宝杂咯 那运宝杂咱们算到哪一段呀 哎 就算到期限前 也就是境外段啊 运宝杂要寄到完税价格里 而境内段 那你都交完关税都走了哈 谁还管你啊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要的 好 接着就是进口的关税 海关代征税和其他的国内税 也不计入完税价格 好 你看 我们这个货物从国外已经运到海关了哈 到海关这儿了 截止了啊 截止了 咱们把那一堆的钱啊 这个成交价格 还有境外段的运宝杂给算一算 好 在海关这儿要交关税 进口增值税和进口的消费税哈 交这些税 那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算到关税完税价格里啊 那当然不要了 你先得有关税完税价格 然后接着才能算关税什么增值税消费税 那当然这一堆的钱 它都不是关税完税价格的构成 对吧 它都是在完税价格以外你另交的嘛 所以不影响关税完税价格 好 并且我们之前不也强调了一句吗 就是关税是一个价外税哈 完税价格里一定不含关税本身啊 关税是额外在逃的 好 再有就是 为在境内复制进口货物而支付的费用 我进口了这个东西以后啊 在国内我会copy它哈 会复制好多份 好 那这个复制费 它其实属于一个无形资产 叫特许权使用费 好 那这块也是不需要去交关税的 不用寄到完税价格里 然后接着 境内外的技术培训 以及境外的考察费用 好 这个技术培训 你说它跟这个进口的货物 有那么密切的联系吗 其实也算不上了哈 咱们只对货物啊 来征税好了 这个技术培训就算了 还有境外的考察费用 哎 我要不要进口这个设备啊 我去国外考察几天 好 那考察几天 这个费用呢 我们也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已经沉没 已经发生的承问了哈 它跟这货物也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 所以不用算到完税价格里来啊 你不能说任意的扩大 这完税价格的这个范围啊 那样的话呢 就很容易加重我们的负担了 所以这些都不算 好 再有就是 为了进口货物融资产生的 同时符合列明条件的一些利息费用 那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哎 说我从国外进口这批货 一共一千万 这一千万呀 不是我的自有资金 是我向银行贷款的 啊 那你说我向银行贷款的 我还会花一点利息 花了可能二十万 那这二十万要寄到关税完税价格吗 那当然不需要了啊 你是货物本身的这块金额 交关税去 跟那利息没关系啊 好 再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购货佣金啊 这是不寄到完税价格的 但是除了购货佣金以外的 别的佣金和经济费都应该寄进来 好 这样我们就把 完税价格的构成内容介绍完了 接着来看看典型的题目 一个单选题 说在以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确定进口货物完税价格时 下列各项费用应该记入完税价格的 是谁 A说 有买方负担的购货佣佣金 购货佣佣金不要 别的佣金经济费都要哈 然后在进口货物价款中 单独列明的 在境内复制进口货物而支付的费用 这个境内的复制权费这属于特许权使用费 单独的它是不用算的啊 不用算的 所以说在进口货物价款中 单独列明的货物进口后发生的保修费用 注意保修费用要寄到完税价格里 但是进口以后的维修费用就不算了 对吧 这个保修费要算 例说 在进口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设备进口后发生的维修费 维修费这个是不用算的 所以这应该寄进去的就是C选项 再看一个单选题 在以成交价格估价方法确定进口完税价格时 应该寄进来的有谁 A说 进口环节海关带争的增值税 注意 关税啊 进口的增值税消费税 这些通通不在完税价格里 好吧 然后B 在进口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设备进口后发生的安装费 进口后的钱基本上跟我们完税价格就没啥关系了 所以这些钱不算啊 C说 有买方负担的包装材料费 什么包装材料费 包装容器费 包装劳务费 这些都属于价外费用啊 他要寄到完税价格里 B说 在进口货物价款中单独列明的进口货物运底境内输入地点 起泄后发生的运输费 我们的运宝杂要的是起泄前的 也就是境外段的部分 而起泄后的属于境内段的运宝杂 这个不用算到完税价格里 所以应该寄进来的只有C选项 再来看一个单选题 计算型的 说某医疗器械厂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二年三月进口了一批医疗器械 这批医疗器械它的成交价格是202万 支付了购货佣金3万 马上看到购货佣金 这是不计入完税价格的 把它一出料情 然后运抵我国海关钱发生的运费8万 海关钱那就是起泄钱的了 当然要算进来 那保险费无法确定 那无法确定我就放过你就不用算了吗 当然不行啊 你说无法确定后没有发生 我们都要给你去估算出来一个保险费 而保险费就是货架加运费的千分之三 这一定要记住 那我们应该交多少关税 告诉我们税率是30% 那就是找关税完税价格了 以成交价格为基础 那就拿过来202 购货佣金不要 好境外段的运宝杂要 好运费是8 保险费无法确定 那就是货架加运费的千分之三 那这样咱们乘上1加上千分之三 就把这些内容都涵盖进来了 完税价格有了 直接乘上30%的税率 就是我们进口应该交的关税税额 很简单啊 也是比较典型的一种考核方式 好看完了 咱们这个进口货物啊 正常以成交价格为基础 来估价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海关的估价方法 那海关估价方法 它的应用范围是什么呢 就是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 不符合规定条件 或者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哈 你那成交价不靠谱 是向关联方那买的 或者说呢 你这个可能没有成交价等等 那么这种时候呢 海关经了解有关情况 并且与纳税人进行价格磋商以后 依次以下列方法来审查确定他的完税价格 注意这儿咱们的海关也不是一意孤行哈 海关不理你就直接给你定了 不是要有一个价格磋商啊 另外它是依次采用下列方法 也就是按顺序来 它有一二三四这样的顺序的啊 然后确定完税价格的时候 注意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本来咱应该按顺序一二三四五这样去啊 来给你确定完税价格 一行不同用二 二行不同用三哈 但是这儿呢 纳税人可以向海关提供有关资料后 提出申请 颠倒一下这个倒扣价格 估价方法和计算价格估价方法的适用次序 当然这提申请才行 而且你不能任意颠倒哈 说我先用那个方法四行吗 不行啊 它只能是这两个方法颠倒一下 那接着来看一看具体的估价方法 首先有相同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然后有类似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还有什么倒扣价格法 计算价格法 还有其他的合理估价方法 一共有五个啊 按顺序来用 但是这个三和四 将纳税人的申请可以颠倒一下啊 倒扣和计算可以颠倒一下啊 好那来 分析一下具体的一些内容啊 这里头呢 应该说咱们只要了解基本情况就行 考点比较少 首先相同货物成交价格 那就是说 你从国外进口的这批东西啊 你不是没成交价格 或者成交价不靠谱吗 那咱们看看啊 进口这个同时或大约同时 有没有别人啊 来进口同样的东西 那看他的成交价格就行了呗 好所以同时或者大约同时 那这个大约同时是什么时候啊 它是指海关接受货物申报之日 最长不超过前后四十五日 这叫大约同时啊 你不能隔的时间太久了 隔的时间太久了 那货物的价格早就发生了变化了哈 那就不具有参考价值了 好吧 然后再来看 没有完全一样的货物来进口 那怎么办 哎那我就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吧 反正大陆货通常你这个东西差不多哈 可能价格也差不多 好那咱们就看差不多的这个货物 它的成交价格好了 啊但是在这注意一下 如果我们选择类似货物的时候 你主要要考虑货物的品质 信誉和现有商标 你不能说这两个东西完全它不对等 人家那个是高信誉 特别有名的知名商标哈 另外一个呢 你拿一个这个可能特别一般的这个牌子去比 那就比不了啊 不具有可比性 好这是类似货物成交价格估价 然后接着还有倒扣价格估价 这倒扣到底怎么扣呢 他说海关以进口货物相同或类似进口货物 在境内的销售价格为基础 扣除境内发生的有关费用后来审查确定 好咱们来举个例子感受一下 哎说我们这个中国的假公司 从国外的ABC公司啊 进口了一批货物啊 那现在呢我们又把这个货物往外卖了 那现在大家想一想吧 哎我进口了再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进口这个货物那应该是 先要找一个关税完税价格交关税啊 然后交国内的这一堆税 哎然后呢 我在可能国内这儿再发生一些个什么成本费用之后啊 然后再给它卖出去是吧 那现在我们就是往回倒呗 哎我知道这个东西假设 在中国卖了一百万 那这一百万你得扣掉好多的金额才能倒推出来 你的关税完税价格啊 那你想想都发生了什么呀 比如在国内你有销售费用对吧 啊然后在海关你也交了一堆的税 你得把这些东西你都得给减掉 啊这样才能捣出来 哎可能捣出来你的完税价格的应该是60 那再按这个去继续好了 啊具体这扣除净利的什么费用 咱没有转派来说你也不用去管它好吧 只要知道哎是以售价为基准 然后去减掉一些个境内的费用啊 倒推出来咱们的完税价格好了 就叫倒扣价格吧 啊接着这还有一个小提示 说如果进口货物相同或类似货物 没有在海关接受进口货物申报之前后45日内 在境内销售 那可以将在境内销售的时间延长至 接受货物申报之前后90日内 啊也就说你卖的时间呀可能和进口的时间得的比较远 好那最远可以是90日内 好吧 不见得你进了马上就给它卖出去哈 好再看第四个计算价格估价方法 那这个计算价格法呢 它跟这倒扣价格法 这个原理是不一样的 你看啊倒扣价格法是说我们进口了货物之后 在国内卖了 我们用这个售价去倒推进价的这么一个过程 啊而这个计算价格法呢实际上是站在外商的角度来看 哎我们看看说ABC公司他生产这个东西哈 哎他有多少的什么成本费用啊 哎他得卖多少钱合适 好吧 那从而估算出来 哎他是多少钱卖给咱们讲的啊 这么个意思 啊那来看一看 这个计算价格估价到底把哪些金额加起来 好这儿是给了明确的说明的啊 咱们来分析一下 不难理解 首先生产该货物所使用的 材料啊成本 或者叫料件成本和加工费用 好ABC生产这个东西 他可能这个材料成本加工费可能就要花30万 好那这个要先算上 另外呢 像境内销售同等级或者同种类货物 通常的利润和一般的费用 也就是说人家不可能成本加就卖货吧 他肯定要赚钱的哈 然还可能会发生一些费用啊 哎那这些利润费用他就要算上 比如说只要赚20 好然后呢还没完 好因为他要把货给咱们运到海关这儿哈 那从国外运到海关这儿 哎他就有一个运宝杂的问题 所以货物运底境内输入地点起些钱的 哎运宝杂这些也要算进来 假设这10 好那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固定啊 ABC公司他生产出来这个东西 卖给咱们一直给咱运到海关 那应该是收咱这个60 好那么60就是咱们的关税完税价格好了 他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进行计算的 好接着 实在不行前边四个方法都还没有把这个还税完税价格给找出来 好那就用其他的合理估价方法好了 这儿的没有正向的列举说哪些行 哪些叫合理 但是他反向的列举了那些不合理 哪些是绝对不得使用的啊 好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好了 就是因为这些价格呀 他不靠谱 好第一个 境内生产的货物在境内的销售价格 那当然不具有可比性了啊 你国产的东西和进口的东西价格的就是不一样啊 另外可供选择的价格中较高的价格也不行 你比如咱们之前提到的相同货物成交价格啊 那么我进口了一批这个某品牌的白酒啊 我这价格不靠谱 于是海关参照其他的这个相同的货物 它的价格来确定 但是相同的货物人家可能进口了好多批啊 哎有的可能是100万 有的可能是什么200万 哎有的可能300万 那你这个价格能不能挑一最高的来积税呀 不行啊 注意相同货物成交价格 如果有多个价格可选 咱们要选其中最低的 而不能用较高的 好吧 哎这个地方可不是从高啊 咱们要用最低的 因为我们认为啊 只要人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 那么成交价格哪怕低一些 也是合理的 好吧 多个可选价格要选低的 不能选高的 另外货物在出口地市场的销售价格 好 那德国的汽车在德国本土的售价 和卖到中国的价格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吗 还有以计算价格估价方法规定之外的价值 或费用计算的相同或类似货物的价格 也就是说咱们的计算价格法只让你把这三块金额相加 那你就只能加这三个 你不能说我再给他加点别的名目 让这个金额变大一点 行不行 那当然不行 不能乱用啊 好 再有就是出口到第三国或者地区的货物的销售价格 哎 那美国的商品它卖到加拿大和卖到中国的价格 那绝对也不具有可比性啊 还有最低限价或者武断虚构的价格都是不靠谱的 是不能用的 啊 这就是我们海关估价的这个方法 那接着来看一看题目吧 一个单选题 说海关采用相同货物成交价格估价方法 以于进口后同时或者大约同时向我国销售啊 这个相同货物成交价格为基础来审查确定进口完税价格 那其中大约同时啊 这个不应该超过最长期限是多久啊 大约同时那应该是前后45天啊 最长不超过前后45天啊 这个关键词看一看就好了 好这样咱们的一般的进口货物的关税完税价格就搞定了 那正常情况是货物的成交价格加上境外段的运宝杂来决定 好那成交价格不靠谱的就海关来固定啊 有这么几个方法